看一下这个对比 哎呀这个腿都干得起皮了 你怎么好意思穿超短裙 现在这么多品牌这么多身体乳应该怎么选 看完这期视频和我一样做一个白白嫩嫩的猪猪女孩 第一个宝肌米身体冷霜 上星期我图这个去拍摄同事竟然追着我要练剂 说实话几十块钱的东西我还真有点拿不出手 但是我阿秋一直坚持的是该省省该花花的原则 它虽然价格很便宜 但从使用感到成分再到香味真的非常的贵富 首先哈就是我最喜欢的它的味道 真的很像那种楼下的桂花开了的味道 一点那种香精的味道都没有 质地是那种特殊的冷霜 溶点接近人体的正常体温 所以不需要用掌心无热也特别好推开 能拥有这种清新味道的身体乳真的很难挖到 好玩好玩好玩 第二个 咚咚咚咚 偶泪的身体乳 夏天只要一出门就得涂防晒 你不可能不出门塞 不然夏天一结束捏上吐八度 这款身体乳含3.5浓度高纯度烟线烟和高渗透技术 它能淡化已经形成的黑色素 所以它能让你变白 暴晒之后赶紧用它给身体急救 白天防晒晚上涂泪能让你夏天看着别人黑 第三款多分大白碗身体乳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这个呀它走性价比路线 60多三大碗 我的天哪 学生党眼睛都不用睁开 乳就完事了 而且它富含维他命E 还有20%的深层滋养精华 基础保湿完全没有问题哈 曝晒之后什么胳膊肘啊 脚后跟啊这些咔咔咔咔都涂上 哪怕是平民酷的女孩也要给我从头到脚的精致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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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uncertainty